你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明星的新闻,这就是今天的新闻,谭松韵的漂亮,穿搭一览,你喜欢她吗? 谭松韵,1990年出生,四川奴州人,毕业于北影表演戏,如今已经32岁了,但是因为长了一张的娃娃脸,看起来一直都给人一种满满的少女感 按照这趋势,估计在过几年还是这种模样,你觉得呢?今天就来回顾一组她的穿搭,不得不说,真的很可爱啊 2016年7月,Excelendo 2015秋冬系列,第14届Chinajur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2016年12月,Shambai 2017春季高定系列,2016尖叫之夜颁奖典礼 2017年4月,Chris by Christopher Bulletin 2007早春系列,Chris by Christopher Bulletin 2016早秋系列,天天向上 2017年4月,Pollyanna Key on,狐狸的夏天明星见面会 2017年5月,Shine Moda 2016婚纱系列,第22届华顶奖中国百强电视剧满意度调查发布盛典 2017年5月,Yes by Yeezer 2017春夏系列,第22届华顶奖中国百强电视剧满意度调查发布盛典 2017年5月,Chris by Ben 2017春夏系列,小幸运,生日会 2017年5月,Excelendo 2017秋季高定系列,小幸运,生日会 2017年7月,Limo 2017秋冬系列,2017亚洲新媒体电影节金海鸥奖颁奖典礼 2017年7月,KOA 2017早秋系列,电视剧浪花一朵朵开播发布会 2017年8月,Purity Ring品牌发布会 2017年8月,Excelendo 2017春夏系列,2017亚洲新媒体电影节金海鸥奖颁奖典礼 2017年8月,Shine Moda 2016秋冬系列,2017金箍朵网络影视盛典 2017年8月,Joel Julie,2017金箍朵网络影视盛典 2017年9月,Weekotour 2017婚纱系列,2017微博电影电视影响力盛典 2017年10月,Champion,快乐大本营 2017年11月,某品牌,2017凤凰时尚只选颁奖胜典 2017年11月,KOA 2017秋冬系列,电视剧特化师开播发布会 2018年3月,Carven 2018早春系列,品牌发布会 2018年3月,Dianne Vaughn-Folstenberg 2018早秋系列,做自己的首席安全观平安校园型,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 2018年5月,Red Valentino 2018春夏系列,IGOY月想会 2018年6月,Template London 2018春夏系列,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 2018年9月,Red Valentino 2018秋冬系列,2018央视中秋晚会 2018年9月,Isabelle Marant Ettoile 2019春夏系列,2019春夏巴黎时装周 2018年9月,Juille Julie 2019春夏巴黎时装周 2018年11月,Isabelle Marant 2018秋冬系列,品牌私人晚宴 2018年11月,LongChamp 2018秋冬系列,品牌店开幕派对 2018年11月,Red Valentino 2018秋冬系列,爱的艺术,全球影像艺术大展 2018年11月,Fiona Chen 2017秋冬系列,明星大侦探 2018年11月,Seabelle Chloe Mage,品牌直播活动 2018年12月,Kate Spade 2019春夏系列,珠宝品牌发布会 2018年12月,Red Valentino 2019早春系列,2018年佳人中国风超级盛典 下期继续